政府昨晚連封四區不少食肆 顧客受到影響 有老闆說有客人整晚被困在店裡 葉廟報道 九龍城受限區域解封之後 有食肆索性停業休息一天 有市民說吃飯時間難找餐廳 你看現在的飲食業多厲害 我現在想去餐廳找一吃都不行 我現在就想找餐廳 每晚都沒什麼人 我都不敢走進去吃下去 受影響的商舖 擔心突襲封區會影響生意 我們開舖的確定性太大 我們就很難以別人上班 今天開不開舖 在尖沙咀尼敦道的金聯大廈 有剪頭髮的客人被困在店內12個小時 搞到人家想繼續 新年前做事都做不到 沒辦法不停地封鎖 他們在等 等到他們通知我們下去檢測 一起去檢測員才拿東西吃 那時都7點多 很多人都沒吃飯 每個人打算弄完後 差不多可以離開的時候 就不能離開了 他說損失了兩三成生意 今天亦有不少預約都被取消 有纖電視記者葉廟報導 新闻大廈 有了 是 有